傳承迷你小短裙展現超完美腹肌線條 不論是翻滾特技還是空拋樣樣難不倒 今年的國慶花車遊行真的跟天氣一樣好清涼 啦啦隊各個身材火啦啦跳起舞來表情到位 性感程度不輸韓國女團 超迷你百折群大秀白皙長腿台皮啦啦隊走活力風格 甜美笑容也是迷到現場一票觀眾 但令人噴鼻血的還有他們 在新北市府的升旗典禮上頭出現了兩位發國旗的正妹 圓圓大眼 巴掌臉不止顏值超高 腳好身材還讓人一度忘了他們身上穿的 原來是國旗啊 正妹可不能空有外表 但當國慶典禮金差一年絕對要比一年更聰明又更美 過馬路宛如走台步襯托出旗袍的完美剪台 除了訓練長達八個月的美姿美儀 還得領機飲變 十二位隊員然後來負責整個北廣場的區域 然後大概有兩三千人的貴賓 可以坐到乾淨然後不要濕濕的椅子 雨不停的下金差就算瞬間變成苦命阿信 還是得保持優雅姿態 只能說姐姐有練過 差不多一個三個禮拜 練了三個禮拜 對 今年國慶典禮打出正妹牌 順利吸引年輕族群目光 但這一位美不美見仁見智心絕對美 站起來 站起來 往後站起來 連續兩年紫頭腰包發送國旗貿味的 就是讓更多人認識台灣 也意外讓它成為國慶典禮中的亮眼花絮 記者綜合報導